2016年11月9号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 成为当时的热点事件 而特朗普的衣食住行可谓备受关注 其就任时乘坐的陆地一号 更是引发了广大车迷的热切关注 很多人会问 同样是美国本土汽车 为什么特朗普没有选择林肯呢 了解汽车的车友们都知道 林肯与凯迪拉克在谁成为美国总统的 作价争夺中 可谓是针尖对脉盲 纵观美国历史林肯与凯迪拉克各有千秋 真正意义上 美国总统第一辆专属作价 就是出自于凯迪拉克 然而自1939年到1981年 林肯可以说是垄断了 美国总统专属作价这一称谓 直到1983年 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 才迎来了阔别44年的凯迪拉克 凯迪拉克迎来了春天 从1983年至今 一直是凯迪拉克 霸展美国总统专属作家这一称谓 其实关于林肯与凯迪拉克 在小编眼中 他们之间的差别并没有很大 都是美国本土豪华车型 而且他们的东家通用与福特 在生产技术上也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 高端车型的性能也就差别不大了 而且作为总统的专属作家 一般都要经过特殊的改装和加固 这样其中的差别又变得很小了 那为何特朗普会选择凯迪拉克呢 小编个人觉得 由于目前林肯的实力暂时无法与凯迪拉克相抗衡 林肯作为美国本土的豪车 居然连一款逐大车型都没有 连个后驱平台的车都没有 让其作为总统专属作家 确实有点拿不出手的感觉 再加上特朗普本身就是一个地产大亨 对车的品质还是很有讲究 林肯或许确实不能满足他的需要 所以凯迪拉克打败林肯 陆第一号成功成为特朗普的作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